那同學要知道說 我們的唯分的意義 代表的是瞬間的變化率 那麼如果說我們的變數跟時間有關 那就跟時間是能夠名符其實的 就是瞬間的變化率了 那麼像這一類型的題目 我們往往覺得說好像很難 其實它並不是很困難的 只要各位同學知道 如何去建立一個模型 只要建立相關的一個關係 做出來了以後 利用連鎖率來違分 把我們已知道的一些關係式代入 那麼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那麼在這個單元 建議各位同學 只有多做練習才能夠學得會